大家好,今天就是拍神雕俠女第35回的拆圖故事 我們先看看拆圖說什麼,幅畫是什麼 好,有了有了 看一幅拆圖,很簡單,只有兩個人 看一看 提醒大家,男的就是楊過,女的就是葛珊 大約在森林那裡,聊天的場景 說回之前,之前不是說到森林那裡 楊過向天長燒,解圍,令群獸不繼續拆 西山的十個鬼 原來,事源就是萬獸莊莊的其中一個 屎宿江的獅王被霍都打傷了 金梁化王的叛徒,其中第二的叛徒霍都打傷了 那就是要九尾陵湖的勸,才可以續命的 所以就圍困他們,結果被西山一筆鬼搞亂了 陵湖就捉不到 結果萬獸山就請求楊過幫手,捉上九尾陵湖 原來去到九尾陵湖那裡,去到黑小林那裡 原來兩隻靈湖是櫻菇所養的 櫻菇很久之前,一燈老頑童和櫻菇有腦的櫻菇 開刀的時候,櫻菇不夠楊過打 就沒有人,就要求楊過就這樣 你叫老頑童來,老頑童來到 我就給你來護理,救你那個屎宿江的朋友 另外一燈大師就帶了慈欣來求見櫻菇 因為慈欣跟金輪法王相鬥一天一夜 結果被金輪法王打傷了,就垂危了 臨死的時候,就要求櫻菇搖算幾十年前 原諒幾十年前,打傷了他的兒子 打死了他的兒子 剛才印鐵掌打下去的兒子 櫻菇當然不肯,但垂死的時候都不肯 最後櫻菇就說這樣,如果要原諒他都行 你帶周伐東來吧,周伐東從來不認見櫻菇 看見一燈都不肯不肯 楊國就好了,頂限上去百花谷找周伐東 跟周伐東大戰一場 開始打算武力,制服他也好 跟周伐東打個和拾都贏不了,死了狗 周伐東後面見他,說原來丁姑曾經有他的兒子 一來好奇,二來楊國就教了他 任消人獎十八十七招,感恩之下 那便去見櫻菇了 結果去到黑皂林見到辭恩的死狗 那檸姑和李幻棟就原諒了辭恩 那便帶頓原建局 然後呢,兩隻寧戶都送給楊國 等他逐著逐著寧戶 輪流放棄,不用殺了兩隻寧戶 楊過帶去萬獸山莊救人 救人的時候 郭霜的姐姐郭芙來了 又說她妹妹被人拐帶死之類 外面跟人吵 現在就是這個場景 郭霜就怕了她 趕快出去 又跟楊過離別 楊過送了三支金針給她 說將來有事可以幫她 大家看看這幅圖 有沒有一些回憶呢 拜拜